大家好,我是修手机的易哥,首先非常感谢贵州粉丝既修的这个华为畅享时啊,这是什么故障,这是严重重摔机啊,你看这里可以看到啊,整个手机还有这边啊,整个这里都弯弃了,这个断点了,没法校正,然后它这个不开机啊,摔了以后不开机啊,再继续修过,但是说毒瓣坏了就没修了,它就拆开看了,说简直那一下毒瓣坏了就没修,然后开掉机啊,速决很重要,然后现在已经完美修开机了啊,我们分享一下怎么修好的啊,首先啊,这个手机因为它这个摔得很严重啊,它这里变形,发现这个这个暂存啊,它 这个是自曝,暂存,还有CPU是单独的啊,首先这个暂存下面啊,拿下暂存,然后掉了很多点啊,然后直接飞好线,把暂存撞毁啊,然后还不行的话啊,然后又更换了一个主电影,然后毒瓣就开机了,开机了,然后这个问题解解了,但是它这个框要换啊,我们给它准备了一个新的瓶目,新的框啊,都是严重的,然后我们还有,接下来准备安装,安装了给你们试试看一下效果啊,然后这个罩子啊,罩子被挽拿了啊,然后从这个罩子可以看到啊,电信很严重,罩子全部凹陷下去了,又是这个啊,然后 然后我还得把它装回去啊,为了美观我还得把它装回去啊,好,接下来我们就把罩子装回啊,然后再装机测机,好,这一部罩子我们已经装好了啊,虽然变形了,但是该装的还是要装好,然后把这个扣上了,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不是更美观了一点啊,如果把它敞开来啊,不装的话很难看的啊,好,接下来我们准备装机,这一步我们把旧框的所有背景全部进过来,不要漏啊,每个都给漏,然后移到这新的地方,全部进一个来,然后这个位置一定要散热到尾,因为这个位置是CPU的位置,这里散热不到尾的话,这个CPU的话 但是人量太大了,算是不知道为什么能说一句啊,这就是细节了,好,我们接下来准备装外配,那这一步我们把所有的配件都装好了,包含和普洛斯都不能漏装啊,然后我们最后再做一次,最后的清洗,擦干净一点,然后准备,先开机测试一下啊,有问题再装后盖,好,这个装板也开机了啊,我们等待进入系统测试 看着漂亮了,框也换了新的啊,全部换新的,好,我们测试一下,我看一下找一下密码啊,显示触摸没问题啊,没触问题,然后202515它的密码啊,显示触摸触摸,触摸,完美啊,完美,OK,好,我们测试一下里面的功能啊, 做个功能测试一下啊,然后WiFi测试一下,WiFi没问题啊,输得非常多,蓝牙测试一下啊,蓝牙没问题啊,也可以速度,接下来试一下照相啊,照相没问题啊,可以交,转一下啊,自拍也没问题啊,可以自拍,好,电话,打电话也没问题啊,能打通,好,全部OK了, 好,把后盖一装,后盖胶一打一装,OK,一个,手机就这样完美洗好了啊,看看就是个新手机了啊,因为后盖没换了,好,就会拍到这里啊,图展已经完美解决了,让大家关注,感谢支持